我只剩下33滴血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还没有见到食品厂 但是我只有9个命赢 把你们的命赢贡献出来 你就5个命赢 这也太cow了 我们可是一家人 要物资共享 不是我cow 我只有5个 之前收集的命赢都被我用了 要命的时候 才知道食物有多么的重要 食品厂就安置在这个空地上吧 给工厂安排一个工人 他说等等吧 暂时没有参与工作的朋友 完了 见了食品厂也没用 根本没有工人 谁的比例也饿了 想吃罐头了 我的小队有孤导爱好者 木材爱好者 龙木爱好者 又是没有食品爱好者 这就想好了 我直接重生 只试图要跟着我三生三饰养 我都重生了 还像狗皮膏药一样扫不掉 你可以使用背包里面的 真苦抑制剂 使用后可以将感染降低到二级 出发吧 我们这一车的任务是 获得苦思令 帮小师弟解除感染 使用抑制剂后 会形成一个球形屏障 抑制玩家思辨 我的比例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我也没有罐头给他 先吃点果干将就一下吧 仙子怎么不见了 他还没有传送过来吗 他可气贼得很 已经去收刮物资了 跑得快 赶得早 吃早被僵尸干掉 我在为我们的仙大豆 购荣圈的烦恼而努力 仙大豆是什么东西 你是在委婉地说 自己是打酱油的吗 仙大豆 辣豆仙 晒足180天 你居然给我们的组织 起了一个打酱油的名字 我们是骨干 仙子是打酱油的 这只大块头 把自己端起来不敢出门 我以为他是四孔 原来只是单纯的穷 连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我肚子走在空旷的小镇上 我把子弹位给将士藏一藏啊 寻找枪子弹 要和荣誉与徽章 手挂没动建筑里所有的宝箱 哦 大师兄的臭脚鸭子 灼烧着这座废土小镇 途径之地如火如荼 将是闻风丧胆越越欲死 月黑风高正式升级夜 战斗勇不停歇 诶 听说警察局废墟里面的物资最丰富 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箱子 发财啦发财啦 我找到了队友传送符 年轻人你们来晚了哟 物资全被我搜刮了 打酱油的别光顾着舔箱子 打僵尸才是你的人间正大 拿起手中的98k 一枪一个爆头杀 别以为绝着屁股就能逃过一劫 我的98k一枪爆头 救了打酱油的一命 箱子舔得这么干净 我猜你一定是输口的 不要误入我高赏的人格 跟随打酱油的脚步 包你有舔不完的酱油 狗狗碎碎的僵尸之徒 命运让你们撞到了我的枪口上 什么鬼 你是原地飞升了吗 我使用了最原传送符 顺移到了大师兄的身边 他确实传送到了我的身边 你也可以试一试 我好像发现了幸存子 燃烧吧 速度与激情 猥琐的僵尸死到零头 有何 这位幸存子是个猛男 如此生猛的幸存子 应该加入我的小队 我有预感 我会在这栋房子里面 发一笔横财 果不其然 这里藏着一个大宝箱 看我的发财二段跳 没有被命运捉弄 却被自己的狡猾绊倒 赶紧让开 你们这群无核之众 小师弟 你跑那么快作胜 是不是想窃取我的宝箱 这哪里是五斗米 这就是个破落户 我四伙的热情 终究是错付了 但是命运不给一支枪 却送了两千经验折和五千点 荣誉点 什么鬼 我打开了感染箱子 小伙伴们 你们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小师弟 你心里能不能有点那个什么数 你什么体质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不要把你带病毒的物资放宝箱里 会招来自爆僵尸的 我当垃圾桶用一下 扔掉点不要的 谁知道你会第二次开箱 这时候就该举起我的三级98K 一枪一枪的慢慢突突 这枪的后座力好大 扣动半径的时候 我的屏幕都在颤抖 厉害呀 我也是超级勇猛 我丢仙大豆们 我看到了什么 火箭弹和火箭筒 这是一支卓越的RPG 我的天 伤害居然接近五千了 小师弟快过来 我把他送给你呀 什么都不用说了 跟在小师弟身后 以后我罩着你 我们是仙大豆 我们要称霸地球 不好 我的比例倒地了 正爬在窗户上 狗言残喘 我要把他拉起来 屋顶上有一只大块头 用你的RPG轰下来 穿的花里胡哨 人模人样的 站那么高 想勾引学 我的RPG就是为你准备的 我的最好 但是你还不碰到